体态也透露了养生秘诀 三位黄茂雄黄会长 一脸神经气爽东元集团会长黄茂雄 引进日式家庭餐厅25年 亲自现身庆祝外高龄95岁的东元阿嬷 也到场支持女婿 大概一个礼拜一次 但是她有她自己喜欢的东西 也是尽量吃清淡的东西 日本料理我是很喜欢 身为企业美食家 要陪家人岳母吃饭 自己的饭局也不少 黄茂雄透露吃得相当清淡 油炸天时少吃之外 淀粉也尽量不碰 最近脚会痠痛 我想大概下个月天气好一点的话 很想在游泳时来走路 游泳但是还多走一点路 听说医生说那个是非常好的 超过70岁 一直以走路运动的黄茂雄 体重长年保持在70公斤左右 未来还打算每天泡泳池 维持健康 在两年吧 在两年 因为我们只有15家 至少要差不多 四五十家 有一点规模比较好 现在就是做真的很扎实的工作了 建立数十个美食品牌后 黄茂雄放慢生活步调 在营运上转向稳扎稳打 预计三年内将电数加倍 迈向30家目标 继续抢攻中价位餐饮市场 在历史运林与风尘节台北报道